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美股昨天跌了100点 美股今天全部都是跌 上海部分跌了15点 南韩跌了25点 日本跌了144 恒生指数最近非常弱势 跌了大概160点 台股说实在还是厉害 因为有台电撑在那边 所以每次跌的时候 跌都比别人少 盘中最多跌64点 中场收盘跌25点 收到11631 所以这个跌的幅度是 相对雅谷来说 看起来仍然是最小的 当然就像我说的 因为台电非常强 今天虽然拉回 但尾盘从312拉到313块半 拉了1块半上来 台电一点的话 大概1块钱对指数的影响 大概是8块多 我们知道大概9块钱 就四手五手算10块好了 所以他拉了1块半上来 就拉了十几点 所以就让加选指数部分尾盘 就拉了一盘上来 所以这个跌幅又熟练 所以台电仍然是对指数最大的支撑 可是只有台电涨没有用 因为大家最近的感受 其实跟指数不是非常的同调 很多人股票都在跌 其实看ODC的指数最准 因为今天贵买指数是跌了1.05% 跌了超过1% 而且就指数的部分 今天收了一根长黑1k 是收在最低点 所以扎扎实实 就跌掉1% 所以这个比较贴近大家的感受 就说 那股票都滴了 那指数没有什么跌 昨天还几乎快要创新高了 收最高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现在是台电撑住台股 那鸿海表现也蛮强势的 但中小鞋股票 其实最近轮番在修正 那修正的幅度其实并不小 并不小 所以我才会说 我在我的LineAd 你要找到最好是LineAd 其实这个荧幕的左边这边 就有QR Code 扫下去就有 那我在盘中 包含FB或者LineAd 都会有一些我的解盘的看法 解盘的文章 盘中大家都会蛮多的 那我对于这个盘施的看法 就是它偏多格局不变 但短线呢 它小鸚股就是在震荡 因为很多就是说 你长很多的 你未接高的 假设你的本益比也高 那一旦那种拉回来的 那种反作用力 那是非常大的 所以最近比如说 几档真的跌得蛮惨的 比如说4968的利基尾盘 收在182块半 又收在波段的最低最低点 那这一波呢 从255跌到182块半 今天还杀破了季线 看起来都还没有明显的刹车 当然我认为其实基本面真的也不错 那为什么跌成这样 因为今年 最乐观大概赚4块 前三季呢 赚大概2块4 今年最乐观赚4 明年 我大概 估一下大概赚8到10块 最乐观应该差不多10块 再突破要非常非常好 所以 今年赚4块股价最高 那255块本益比多少 60几倍啊 当然你说 它在反映未来 OK我可以接受 那明年最乐观 大概8到10 最乐观大概10 以8倍来说的话 恶物本益比30几倍 以10块钱的话 本益比大概25倍 其实也是OK嘛 就合理 合理 所以当你已经涨过头了 今年涨这么大一段 股价从几十块钱 涨到255块 但是前三季就赚2块4 大家 看来会怕嘛 看来会怕 所以就是说这种 高位阶的 但是又高本益比的 拉回修正 那个力道往往是非常强烈 但不是说我看不好它 后面营收获利 我认为是一路往上 但是股价它已经先反映了 所以后座率就很强 然后之前我们赚过 二十几块的雍智科 股价冲到259.5元 我们在250以上 把持股出清253吧 我记得 所以今天杀到多少 杀到196 196 196 卖253 杀到196 差的快要60块钱 明年不好吗 很好 那 今年大概 赚大概 7块吧 本益比 确实有高 但明年好 但是因为本益比高 未接高 所以短线的修正 那个速度很快 那后座率很强 但也因为明年好 如果未来修正到一个满足点 它再往上的时候 那一波可能又是一个大行情 所以 现阶段它就是一个调整的阶段 高位阶的高本益比的长很多的 那调整在所难免 那总是会出现的 所以就看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从这一个股价的相对不同位阶 去持阴宝泰出调高位阶的赚起来 然后再去转到新一轮的 刚要上来的 或者被低估的 或者现在是11月 再来要看12月已经不够了 要看到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谁有新的产能 谁有新的订单 谁有新的题材 谁有新的趋势 资金是轮过一轮再一轮 主流是轮过一轮再一轮 所以你要抓住那个tempo 你就可以赚大钱 所以现阶段就是说 选股变得很重要 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个调整 把一些可能高位阶的一些部位 要把它调出来 然后调整到比如说还低估的 或者是还没到合理价位 那股价也有稍微拉回的 那你去买这种 就是说被低估的股票 后面当它在反映股价的时候 就像当初的形象也好 励志也好 或者是这波的世心也好 它自然就会打转 那世心的部分 从11月8号礼拜五就掌停板 大摩调高平等269 就掌停板204 之后几乎就天天都在创新高 213 22.5元 214.5 210 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上礼拜五又掌停234.5元 礼拜最高来到243.5 然后呢 昨天杀到21 那今天呢 大概就维持在在220上下左右 我反正收一个218 虽然跌了3% 但是这波涨了八成上来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修正 合理的修正 换手会再上 因为很简单 为什么利机会跌得那么凶猛 就是因为他已经把明年的获利 都已经从没有反应完毕了 但是今年的获利还跟不上 所以本益比太高 所以拉回的那个后座率很强 但为什么世心涨那么多 拉回的幅度都还不是太多 就是因为他的股价还低估 世心的部分 前三季赚的4.86 快要接近5块钱 第四季 乐观一点赚超过3块多 最保守至少有抓2块半以上 所以今年大概 应该可以抓大概7块5到8块钱 我认为这是一个 最有机会达成的一个区间 跟利机的 今年最乐观大概4块钱 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世心目前最高价243.5 利息最高价是255 所以世心的部分 他股价还没有到他合理的价位 更不要说跟创意比 创意的股价今天多少 还要维持在271 最近的行情的修正 对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他第四季 目前营收 我认为计真大概有两成 其实是不错 可是前三季的获利 真的很可怜 只有赚2块6、7 第四季给你赚超过1块钱 今年都还不到4块钱 那不是跟利机一样可怜 利机就是因为获利太低 本应比太高 所以股票这一波的修正 就很凶猛 那创意合成又不是 但是创意股价也可以撑上高档 基本上对世心是最大利多 同样一个族群 同样社会去美化 中国大陆对ASIC的业者的需求 非常的庞大 对IP的需求非常的庞大 所以明年创意势必会好 但是它的成长性绝对不如世心 世心的获利明显高于创意 但是股价还落后创意 所以这个就是比价空间 所以这一波我们世心 买130到23.5元赚了 113.5元赚了最多87% 那是接近快要一倍的获利 但是只要它的股价还没追过创意 基本上我认为市场对于这一组的评价 就世心来说 它仍然就是底股 所以股价还会再涨 但是你不用追 拉回真的出现一个非常不错的买点 我们会考虑再后人再买 所以你想要操作世心 我想你跟着张老师来绝对不会错 绝对不会错 那第四季台积电给予世心的产能资源 只能到大概五成 就是说世心假设我需要100 台积电只能资源大概50 那是因为不是台电不给面子 而是台电它的散能太紧 所以说现阶段它没办法support你 全部你要的所有的需求 但是第一季大概台电的资源 就会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世心的部分 即便台电只能support一半 但是10月份营兽已经跳了35%上来 来到4.16亿 11月应该差不多就是这种水准 持续维持高档 12月再往上跳 精彩的会在第一季的1月份 因为台电的资源在1月份以后 会整个跳上来 所以在大陆的飞腾的CPU 它的出货是越越往上 9月10月매比还差不多 10月往上跳之后 1月份会跳得更高 所以整个营兽它的爆发力 会在1月份整个完全展现出来 大概12月份就会看得到 所以后面的精彩好戏都还没真的上演 我认为这个10月份营兽只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股价已经赚了超过八成 我认为后面还很有看头 其实你会看到就是说 郑老师帮你挑的股票 在跌的时候 当然或多或少都会跌 但它都在一个蛮合理的修正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买的都是很好的股票 像我说的 郑老师坚持只买金瓶股 我们又是买主流的趋势 比如说5G跟去美化的趋势里面 最强势的股票 所以当顺势的时候 它涨幅是非常大的 市场不好的时候 逆势的时候 它至少也相对抗低 而且常常就像我说的 它可能整个两三天 如果你有趁着回港再买 过两三天行情稍微直稳 蹦蹦蹦蹦冲上去一下 创新高的又是这些股票 所以我买都是所谓的金瓶股 那都是本质非常好的公司 所以在跌的过程 我们的会员其实都非常的心安 都不会太过担心 因为我没有买那种 就是说好像很小支的 好像很容易涨停板 但其实它也很容易跌停板 成交量可能没有几百张 然后诉求转机 但是不是真的转得过来 其实也并不知道 那种股票买了担心受怕 买也买不多 赚也赚不多 而且有可能赔大钱 其实就是说我都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 坚持只买真正的所谓的金瓶股 那好股票赚你钱来 心安履得 而且一个大波段下来 其实真的是可以赚大钱 那爱意设立五 仍然是去美化的主流趋势股 那除了私心之外 联永部分 礼拜五呢 拉回买进 我说换手再上 礼拜一呢 反弹到216 礼拜二呢 再走高到217.5元 今天呢 再来到21.5 那又平了 这个波段 的最高最高点 所以ODC呢 最近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利基 最近是这个样子 再这个样子 但四星跟联永 是这个样子 然后完全就没有跌 维持在高倒 所以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主流 不同的强势股 也还是要随时做调整 还是要随时做调整 联永就平得新高 虽然尾盘稍微压下来 但是就是一个 往上折一个走势 因为华为加码订单 从出货的比重 从占手机的40% 拉高到80% 把新师的订单都抢过来 本来是40比60 新师60 现在是变80比20 新师变20 所以即便是美国 再度给华为90天的宽限期 华为的公司是怎么说的 他说其实对我们没有影响 没有你美国的供应商 其实我们的货是造出 所以他们的态度 就是去美化的一个态度 是非常非常坚决的 所以未来这一年 台湾还是去美化的主要的受惠者 这还是台股未来一整年的注重 那因为拿到华为的大单 所以在联电不可大量产能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驱动IC的部分现在市场 这个产能是蛮缺的 大家都在抢金元代工的产能 已经抢到明年DC去 那他之前已经跟联永 不可大量的产能 所以这一波只要驱动IC 因为缺产能 后续我陆续传出缺货的声音 联永他势必会是最大赢家 所以你不要看他好像有点牛皮 好像慢慢慢慢温温慢慢的 温温慢慢的 等到行情好一点 他今天已经来到平行高的一个走势 平行高的位置了 等到行情好一点往上冲的话 他可能就跟前面一样 瞬间两三天三四天 可能又是一大火 所以这种真的帮你筛选再筛选金元股 其实跌的时候你都不用怕 涨的时候你都很容易赚大钱 当然现阶段它是一个持股的调整期 所以有一些财报落势 营收落势的 或者是股价太高位阶 开始要做回档修正的 你势必要做调整 然后资金把它测出来之后 开始买未来 我们看到低际去 谁的 比如说连勇跟世新 他明显的产能都不好了 后面要往上冲入股票 他就是未来新的强势新的主流 所以你要开始就是说 要做一轮新的布局 当然连勇世新你不必追 拉回跟着我买 或者是你可以跟着我来买 全新的金银股 全新的除权行情的金银股 月底要除权的股票 或者是我在我的LINE AD上面文章 我是把它叫做世新第二 因为我认为它的未来爆发力 会比世新更大 在上周五的时候涨6到8% 礼拜五创高拉回盘下再买 礼拜五拉回持续加码 今天找盘拉回持续加码 尾盘翻红小涨 而且说到今天最高点 所以我常在讲就是说 我帮你挑的股票 都是非常有本质的股票 所谓的金银股 就像是LV的概念 如果LV今天忽然间给你打 八五则打九则你要不要买 所有人一定想着要买 同样的我帮你挑的 就是股票里面的LV 当它涨价了你不用追 但是当它打折的时候 你下去买 你后面你就是会赚钱 很容易赚钱 所以今天趁盘下买 尾盘收最高 今天就一买就赚了 那是赚还不多了 因为我认为大行仪在后面 11月将会有新的产能 会开始带动成长 初期大概11 12月份的成长的幅度 还不会太大 但到1月份新产能要完全量产 那它就会进入一个长达 至少两年的一个全新的成长周期 全新成长周期 这个就跟世新非常雷同 之前都就是还蛮稳定的 但当大陆去美化飞腾CPU 拿到中国大陆国产CPU的大标案 来委托世新做代工 ESIC的一个晶片的代工 它就保证它未来两年这个大单 进入一个全新的成长周期 股价就从130涨到240 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这张股票也将进入一个 全新成长周期 后面业绩应该都已经蛮确定 月底除全息配得非常不错 搭配业绩的行情 我看好就是说未来一个月 12月的时间 如果顺利填全息的话 会有三成的获利空间 这就非常match 我说的一个金银股 我们一个波段小波段赚三成 这是短的 时间拉长到明年 半年或者一年 我认为它爆发率将会比市新来得更大 市新来得更大 所以前天创高 昨天拉回 今天打下去 拉上来尾盘收最高 低档买进的全部都赚 所以金银股不用追 拉回很容易赚钱 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们操作我今天要细选的金银股 就是一轮一轮的操作 散热股全面出新开始操作新一轮金银股 结果散热股现在跌得稀奇花的 我们都已经在高档输掉了 未来等到低档我们再慢慢买回来 就是一轮一轮的操作 欢迎大家跟着操作金银股 年度会员专案 服务时间从六个月拉长到十二个月 多出六个月加量不加价 每天只要少少的二四一 比很多人每天的伙食费 吃饭的钱都来得少 但是就像我说的 吃了你就不去 但是你跟着正好市做操作 每天二四一 这很像是一个投资 它有可能因此让你买到 130 149 185块的市心 它有可能让你在两个多月时间 大赚了超过87%的一个获利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 一年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 在年龄这段时间才会有年度专案 才会把汇集从六个月拉长到十二个月 等到这个活动结束之后 汇集就恢复成原本的六个月 那就差很多了 所以好康的机会 大家好好把握吧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当然我们在做一轮一轮的 全新布局的过程 你眼光一定要放远 你11月份要看12月 那甚至你第四季要看到第一季去 你要去看就是说 未来到底谁在这个趋势之下 它后面是很明显的好 因为尤其在年底的过程 大家准备要炒作明年的行情 所以这个作末行情 你要看得到明年 你才知道未来会标的股票在哪里 我认为主轴还是在去美化 所以四星的大涨 它是去美化的最佳最佳的指标 另外一档M31的部分 找盘最高来到383 尾盘虽然说跟着大盘掉下来 但这个强力反弹的这个走势没有变 383离高点408 其实也非常接近 maybe未来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说回到408 突破408这个机会是相当大的 因为它是去美化的受惠股 第三季赚3.73 第四季会赚得更多 明年营收大概至少成长两三成 而且它是卖IP的 营收成长两三成 那个都是尽力的增加 所以法人最乐观预估 大概明年要赚16、17块钱 所以现在以IP的公司来说的话 本益比不高 所以拉回的过程 我认为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标的 因为这个也是明年的趋势 另外区庄IC除了年营之外 还有智新的部分 类比科也转亏为盈 所以今天股票涨停板 区庄IC供给也蛮吃紧的 智新又在类比安西里面的 本益比算低估的 所以这个拉回的过程 我认为也是相当不错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低点 就等到盘稳之后 这些好股票自然就会上去 然后月底升级股有机会 所以我们分配一些资金区升级股 那美食的部分 10月瓶收月增21% 表现非常不错 第三季获利从0.19跳到0.82 那借毒瘾的药 在美国重新启动出货的动能 因为原厂告他告不赢 所以还要赔他 明年大概贡献4块钱到5块钱的EPS 那赔偿金相当多 然后原厂呢 因为川普要调整药价 可能要变便宜 所以原厂要退出授权的 这个玄米药的这个部分 所以市场会控出大概30%的市占率 会让美食的市占率从10%上看大概30% 明年会有高达两倍的市占的成长空间 明年美食我推估可以赚大概超过8块钱 所以他未来应该会是生股的领头 所以创高拉回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那全新的金平股 你可以说它是属性行间的金平股 也可以说它是市新第二 礼拜五涨6到8% 礼拜一创高拉回 礼拜二拉回加码 今天盘下加码尾盘翻红收最高 盘下买的全部都是赚钱 那11月新产能会带动成长 而且元月份会进入全新的长达两年以上的成长周期 就跟市新一样长达两年的成长周期 除今上看三成 长线爆发力比市新来得更大 所以这档新的金平股真的不买可惜 赶快跟上年度会员专案的脚步 服务时间从6个月拉长到12个月 多出6个月加量不加价 每天只要稍稍21 一年只有年底这一次机会才有年度专案 才有12个月的会期 以后过了就是恢复成6个月 好 机会 祝大家投资顺利 明天再见